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动漫群巨人,我是焦彩狼 最近奥特曼和漫威的合作漫画又放出了新的PV短片 大家还记得奥特曼和漫威已经开始合作了吗? 之前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十分的不相信 一个是特色公司,一个是拍大片的 差别这么大的两家公司到底要怎么合作呢? 而且奥特曼的风格怎么都没法 和漫威的风格联想到一块去 我们已经知道这次是由漫威的漫画家之理 来重新制作奥特曼的漫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小短片放出了哪些新的画面吗? 一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科特队的战机 又是我们熟悉的画面 故事从早前队员的战机最弱开始 他撞到了来自光之国的巨人奥特曼 并将和他合二为一进行战斗 从这种图片来看 奥特曼的风格还是和远古的特色片风格很贴近的 漫威并没有对奥特曼进行重新设计 比较怀旧的人应该非常喜欢 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漫威稍微改动一下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的 漫威的经典片头播完之后 出现的就是奥特曼中的经典场面 奥特曼在巨大的火球灯和澡田进行合体 不过和当时的剧情不同 这里和澡田合体之后 奥特曼的身姿就直接出现在了科特队员的面前 而不是等到和百姆拉对战的时候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 情方思作的科特队员还对奥特曼发起了攻击 使用的正是经典的科特队武器 放出了光线和当时造和时期的风格一模一样 然后就是奥特曼和百姆拉战斗的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怪兽的风格也非常贴近原作 还有奥特曼出现在人类面前时 竟然和人类有非常贴近的互动 巨大的手指和人类结束在一起 这一幕和米开朗基罗创造亚当非常的相似 然后是巨大的初代奥特曼出现在从事中 这里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那就是无论是初代的脚步还是胳膊 整体的风格都和特色片非常的贴近 胳膊上的褶皱非常的明显 脚上也像是穿着鞋一样 如果奥特曼都给画成这样的话 我感觉也是有点太刻意了 跟着感觉也可以按照之前的 一个远古C机中的奥特曼形象来设计 我感觉这种应该更符合漫威的画法 逆傻而过的开来自通之后 最大的看见就是七爷了 从后面逆傻而过的画面来看 初代和七爷之间会有一场战斗 原因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看来人类应该是不信任奥特曼 这位未知的巨人 可都是对初代发现攻击 初代还变成了人类的大小 这就是奥特曼漫威漫画的第一剧预览PV了 信息不多 看来漫威对初代的剧情有很大的改动 那么我们就耐心等待接下来的漫画吧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